1997年,约翰·霍普金斯著名左翼学者安周第一次访问清华大学 目的是了解30年前发生在清华大学的武斗 他知道一派由宽大副代理,他的名字也成为了造反精神的代表 通过采访生活在清华的教职员工 作者为我们揭开了清华大学在文革前后不同的面貌 清华大学作为培育红色工程师的摇篮 也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府输出了大量的技术官僚 这些官僚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增长的推手 今天我就来读一读安周的这本《红色工程师的崛起》 挖掘一下文革中斗争的支线任务 那么故事要从1948年中共军队进入北京开始说起 12月17日,军队的一个代表团来到清华大学 会见学生及教职工的代表 这场会面也打响了新旧阶级交火的第一枪案 中共的代表是刘道生 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早年加入中共共产党 经过着战火的洗礼 现在他是军团的政委 而清华大学的代表则是以周培元为首 他是江苏富裕地主的子弟 他的父亲在清朝还是士大佛 属于典型的old knowledge阶级 在1950年这个时间点 能在清华教书教书的教授 大多都是年纪大,知识多 有海外留学经历的 而在民国或者晚清就有能力去国外留学的 那家庭条件肯定也不一般是吧 而这些老教授掌握的知识 却是中国工业化不可或缺的 此时还肯留在大陆的 那肯定是对共产党没那么反感 要是天天反共 那肯定就跟老蒋去台湾了 1949年建国后的大致格局 还是政工干部和部分军队干部 接管了原来的官僚体系 或者说是红压岛砖 这些原来的技术人员或者职业官僚 对于管着他们的这个农村政工干部 肯定是一百个不服气的 但是又不能明明表现出来 这集我们就淡化职业官僚 着重讲讲这些技术人员的老就寿 或者笼统的说是文化资本 1901年 亲政府签订了新丑条约 赔给了西方列行不少钱 美国人也拿到了这笔钱 但美国人很精明 把这笔庚子赔款部分资金 投入到中国的高等教育上 成立了清华大学 那这样这个国家上层的精英都来到美国留学 接受美国的价值观 再回到国内掌控着国家和政府 就变成了类似于韩国日本那样的中心的小弟 那这美国才是真正的营麻了 基本流程就是从清华大学里 选一些有潜力的毕业生 派到美国留学 读研读博 毕业后接着回到清华教授 而这些教授 大多也都出身于上层阶级 这六成以上都是出身于 地主或者资本家家庭 民国时谁家有钱 那肯定是派自己的儿子 去西洋或者东洋读书嘛 1952年 在蒋南祥的带领下 中共干部正式接管了清华大学 蒋南祥也是清华的毕业生 他自身也出身于精英社会 当时上学时 因为领导学生搞运动 被学校开除了 之后就全职搞革命 而现在三年时期已到 他带着一帮中共干部杀了回来 蒋南祥成了清华大学新的校长 是学校里名义上的一把手 还带着一帮其他的领导干部 基本都是老资格的革命家 这些新的领导 被安插在清华的各个机构里 他们文化水平都很低 大多只读过小学或者中学 新的领导班子 将清华大学原来的领导机制 转移到了学校的党组织上 一些同情中共的老教授 则被安排到较高的领导位置上 至此 清华大学蒋南祥时代正式开启 蒋南祥很快 就将中共的正宫经验 搬到学校里 通过入团的入党等机制 将这个思想进步的年轻人 安排为政治辅导员 这些新生力量 接着督促其他人 继续接受麻烈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 我们熟悉的 胡锦刀 胡邦国 都担任过清华的政治辅导员 这时期 学生们形成一种 入团光荣 入党光荣的思潮 是真的信仰共产主义 拥护共产主义 而不是看中入党后 能得到什么利益 才选择入党 蒋南祥本人 在清华的苦心经营 终于有了回报 他将清华塑造成 技术官僚的托儿所 而他个人 也在清华成了权威的代表 通过党组织 加强了上下级的控制 清华培育了大量的技术官僚 但其内部 也变成了一个 等级森严的堡垒 这时的清华 被誉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 中央把大把大把的资源 都倾向了清华大学 至于为什么是清华 而不是北大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毛泽东青年时的自尊心 在北大受到了羞辱 所以对北大一直心怀芥蒂 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 学校里短暂脱离了 党组织的控制 学生老师们组成了自由论坛 大肆批判 大学官员以及政策 红河砖的冲突又爆发了 以党组织代表的蒋南翔 和以老教授代表的钱伟长 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老教授们反感党控制一切 还把老教授排挤出这个角色过程 在清华 你应该以学术水平派资论备嘛 你们把文化缴叉的农村干部 弄到大学里 这群土包子 没资格领导我们这些 在国外读过书 啃过洋面包的老教授 双方争执的焦点 就是这个学术资格与政治资格 哪个才更有资格来领导清华大学 而老教授们又向党的官僚机构开火 说共产党培养的干部 都是死板的听话的 没有独立思考能力 对青年人的教育也是一板一眼 没有自由的空气 到后来批判力度越来越强 什么法西斯分子 特权阶级的成员 党团积极分子都是走狗 要求党从学校退出去 还政于民 后来结果我们也都知道了 毛泽东站到了党政文官一侧 清华大学也迎来了一波 对右派的大清洗 前委长等教授都被撤销职称 发配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 后来1964年的平反 大部分教授老师也都摘掉了 右派的帽子 重新回到教学岗位 但是对他们的歧视 直到文革结束才彻底终止 在文革前 民众受教育的模式 也是像现在一样金字塔 初中小学高中大学 每一层都需要学生付出很大的努力 才能通过考试进入下一层 毕竟当时师资力量和教育力量都很薄弱 全国大约有36%的人上过小学 10%的人上过初中 3%的人读完高中 只有大约1%的人才上过大学 这1%的学生肯定就是当时中国的佼佼者 城市里的孩子居多 大学教职日员工的孩子多 农村孩子少 在毛泽东指示下 1958年到1960年 几十万所小学和几万所初中 都在农村大兴慢起来 大大改善了农村地区的入学率 除了刚入学的孩子还有一些给工人提供的一些夜校 嗓王班 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也有意向 多招收一些农村出身的孩子 这种配额模式其实对精英教育冲击人很大的 出身农村和速成派的孩子 一般教育基础都比较薄弱 换句话来讲 就是跟不上大班的节奏 但在大约近思想氛围下 其他学生老师并没有歧视这些农村子弟 反而给予了他们更多的支持 老师们被鼓励多关心关心这些农村子弟 推行一些群众路线反对天才道路 这时期另一条直线 就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 清华大学的学生毕业设计项目 就是去搞项目 他们被分配到各个工厂车间 研究机械与工业 而且还要定期参加体力劳动 比如说去附近的公社帮忙休收 这时期学生的面包还是很向上的 积极建设社会主义 然而大跃进的灾难 导致全国经济遭受严重的重创 教育系统也受到了影响 数万所新学校被关闭 各级学校招生生员严重不足 清华大学也受到了影响 大学党组织都在挣扎着去 解决师生员工的温饱问题 而学校也开始缩招 随着清华近些年的结束表现 蒋南祥被任命为教育部的副部长 就升官了 1961年他制定了一个60条 标志着退回常规路线的教育实践 支持经经营教育 清华和其他技术院校强调教学 并且极大削弱了校园内的生产劳动 蒋南祥强调动手学习的重要性 就是说派学生到工产 我们获得实践技术 强调的是技术 并不是拧螺丝 体力劳动在课程中已经没有用了 就是在这一次 为财适用的转向后 清华只接受高考考得好的优等生 招生继续执行那种阶级区分的原则 在这种高度竞争的环境下 学生们学习压力非常大 他们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去备战高考 并且还要在各种竞赛中取得好成绩 才能获得这个好大学的录取 这种竞争压力 也导致了学生之间的紧张氛围 相互之间的攀比 因为学生会为了取得好成绩 不择手段 比如说作弊 这在当时非常常见 唯分数论 就让学生们开始卷起来了 1960年代初起 中国经历了大院印记失败 毛泽东再次提出了 阶级斗争和教育革命的口号 他不满足常规的教育方法 鼓励学生考试时 交头接耳打科学 在康生等人的帮助下 毛泽东派出了工作队进入学校 调查教育实践 清华等学校采取了一些措施 来响应这股激进的新风 比如说缩短学制 试验开教考试 鼓励学生发表意见 加强政治军事训练 与此同时也开完了一些 半供半读的项目 就是既要应对毛泽东 要普及教育的压力 又要维持这种经营院校的高标准 但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教育状况 仍然存在 高等的学校存在这种落后与差距 而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都偏重于正统思想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1949年建国后 到1966年文革前的教育路线 最开始的日子里 清华大学着重培养精英 在大跃进时期前后 教育的侧重点变成了红大鱼专 既红右专的当然最好 但如果只能走一条路 那千万不能走上白专 就是所谓的路线错了 知识越多越反动 而大跃进的失败 又影响了这种教育政策 重回经营路线 在毛泽东的敲打下 教育路线又在精英教育和平民教育之间左右摇摆 如果进行精英教育 那么中国有两类人获得了最大利益 就是新知识分子与旧知识分子的孩子 新的 比如说革命干部 我们在这个入团入党仪式上 有很大的先发优势 而旧的知识分子 就可以在教育系统上 或者回家给你开个小灶 这都是为文化资本创造了一条特权通道 帮助子女升学 赢得政治资格 大体上采用的以学术能力 加政治忠诚为基础的学历认证制度 帮助了新旧精英的孩子 在清华大学重新相聚 根据后来红卫兵的统计 红二代工农子弟 大约只占了44% 剩下都是白领 独立专业人士 剥削阶级的子弟 而大学里的教授就更没有说了 大约四成是剥削阶级 四成是白领中农 剩下的才是工农阶级 剥削阶级出身的教授 掌握着知识 和共产党还不对付 那咋办呢 是邀请一些老教授入党 第二是大力提拔一些 工农出身的教授 也就是党员教授化 教授党员化 由此来综合清华大学中的 这个政治气氛的 总体来说 他干的还是很成功的 到文革前洗 清华一半的教授都是党员了 之后我们就来到了重头戏 文化大革命 关于文革之前的各种细节 我就不太讲了 可以看之前的视频 武士专政后 暴风工作组 毛泽东将目标对准了 昔日的知识精英 与新生的政治精英 在北京各大高校 最开始高干子地位 代表的这个宝皇派红卫兵 将矛头对准了 学校里的教授和老师 也就是知识精英 并且大肆宣扬宣论论 阻止一些出身不好的学生 参加政治运动 他们自以为这样 就可以让自己的父母 避开疲斗 就是攻击文化资本 保卫政治资本 但在后来 中央文革小组的 不断引导下 政治精英也一同被疲斗 针对文化资本和政治资本 有不同的态度 所以我们就有了这张表格 同时攻击文化资本和政治资本 那就是大学里的造反派 保卫老干部 攻击文化资本 就是中学里的联动分子 反过来 就是中学里的一些教师子女 这两个团体都保卫的 那就是靠右的保守派 清华大学内部 分裂成了井冈山和414两派 井冈山一派较为激进 攻击文化资本 还要攻击政治资本 要将整个体制推导 而414一派则认为 建国后培养的一些知识分子 应该不能算得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毕竟是共产党培养的 1968年清华百日大武斗 两派打得不可开交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公宣队进入清华维持了局面 还遭到了一些造反派 红卫兵的激烈抵抗 那后来 海大富等热衷于 搞武斗的红卫兵被强力压制 激进派暂时退出了历史舞台 公宣队的领导 是池群和谢静怡 都和毛泽东有密切的联系 公宣队进入清华后 迅速制止了武斗 把这些热血清洁案 分配到农场劳动一段时间 让他们降降温 同时开启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红色分子 重新开始监督红色专家 将原来那些老教授 重新放置于没有文化的军官 工人农民的监督下 公宣队成了这一时期 清华的权力中心 全权管理各种事务 除了直接监督红色专家 还有群众监督和学生监督 在这种环境下 教师和教授原来那种庄重感 被搞没了 谁要是摆架子 那就是脱离群众啊 所以学生打骂教授 也是家常便饭 另一条线是工厂 清华其实还办了一些工厂 毕竟这时候全中国 一共也没有多少工程师嘛 很多还得集中在这个清华 就类似于啊 学生和教授的关系 就像是工人和厂长 尊世重道 你说和这个议长制 也是一回事嘛 学生们批判老师 搞这个儒学复辟 那这个工人也批判厂长 搞这个官僚主义 说看似工宣队带来了公平 为什么说看似呢 因为从另一方面讲 这工宣队本身是不受监督的 虽然表面上说 工宣队不能高高在上 摆关架子 但实际上没人敢公开批评 这个工宣队啊 在工宣队的领导下 入党的资格也发生了变化 他们刻意选拔那些 有造反精神的入党 那这个造反精神 什么意思呢 就具体落实下去就说 看你是否会批判老师 关心政治 积极批判他人 真正有造反精神的 那肯定会一起批判工宣队 对吧 但是他这样这个不听招呼的人 他也是入不了党 所以最后入党的 还是一群投机分子 这个文革的中期啊 工宣队主要推行了三大政策 第一是打压文化权利 增加政治权利 第二是重新分配文化资本 第三就是变动常规的 这个学术资格和考试啊 打压文化权利和重新分配文化资本啊 就是对老教授们重拳出击 你们这些老教授啊 有什么资格瞧不起这个劳动群众啊 这个通通送到农村 接受农村的再教育 还有之前的种种特学啊 全部取消 什么高级病房啊 特工商店的 大耗子啊 都白白了 另一方面也要防止 后续的人走上他们的老路啊 学了点知识 就凌驾在这个工农群众之上 这个读书做官的这个思想 被严厉打压 毕业后啊 往往还是回到原来的集体力 发光发热 除了清华呀 还有什么721大学和57大学啊 其实都不能算上传统的大学 更像是高级的技术学校啊 从字意上解构了大学的含义 大学大学 大家来学 还有一个啊 取消考试啊 考试就有排名啊 就有个人凭借自己的努力啊 将他人踩在脚下 这一时期的考试啊 被完全废除了 相对应的啊 一种新形式的机体项目被推崇 考题事先发音学啊 允许学生结合小组去做 讨论答案啊 书面考试啊 赋予这个实验和口读报告 避设也是在解决 清华工厂里出现的一些实际问题 有点像今天 这个大学里的这种小组作业 这类作业最大的诟病 就是有人carry 有人躺了 但在当时的清华 如果你不努力学习 那每个人都会批评你啊 能力不是问题啊 态度才是 同学们还互相帮助啊 为落后的学生提供支持 学术资格的选拔啊 也更倾向于平民阶级 这个重点学校被强制取消 他们必须接受附近村庄小学的 这个毕业生啊 初中高中等都开始面向社会 开始招生啊 缩短学制啊 降低教育标准啊 以拉齐教育的巨大差异 对比来看呢 文革前后的学生的毕业情况 小学啊 从小于一半啊 到几乎所有人都拥有小学学历了 初中从15%上升到了三分之二 高中从3%上升到大于三分之一 而再往上啊 高等教育的受教育机会 仍然少得可怜 最后带来的结果啊 必定是这个重新制定入学机制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以工农兵学员为主的推荐机制发挥了作用 工厂啊 农村的部队等机关来推荐合适的学生来上大学 推荐制这个制度的水分就很大了 人为操纵空间很大 这个造反派和保守派都关注过走后门的问题 当时人们还想出一些办法来遏制走后门的现象 比如说啊 从大学派出老师 面试候选人 走访村庄 采访群众 进行严格的背调 有的地方公社领导 搞搞小动作还是很容易的 现任的总书记习近平 就是通过工农兵推荐进入的新华 很多人批判习近平的学历 因为在工农兵的推荐制下 你并不需要完全读完小学 初中高中才能读大学 第一届的工农兵学员 大约只有一成读过小学 68%上过初中 不到19%读过高中 还有很多人上的是那种农村 城市工人区的质量较差的学校 文革初期还经常搞那种群众运动 所以经常中断学业 所以工农兵大学生往往学术能力较弱 也被老教授们所吐槽 1976年 随着毛泽东的去世 私人帮倒台 实险各种左的政策 全面逆转 方向盘猛打 1976年后 清华大学里各种政治资本 与文化资本也死灰复燃 军队控制了清华大学 蒋南翔时代的精英教育体制 和党组织重新回来了 工农队被减散 蒋南翔卷土重来 政治方面也逐渐放松了 专家不必是红的 白的就白的吧 但政治的退却也让人们讨论政治的权利 一并被没收 取而代之的是党支部和其他高级官员 以后就让青年大老爷们来为你们做主吧 集体主义的崩坏带来的是虚无主义 降落主义 就是爱咋咋地吧 文革毁了人们对官员的信任 破坏了经济进步 粉碎了社会秩序和和谐的气氛 为道德败坏打开了大门 1977年恢复高考 文革刚结束就考上大学的大学生 有大量知识分子子女和政府官员子女 新大学生成了党和国家的新的宠儿 新时代大学生和之前的工农兵大学生 关系日益紧张 昔日那些低眉顺眼的臭知识分子 居然又西装革履 曾经都被剃成阴阳头 又梳成了高傲德大尾头 鼻梁上架起了藐视人的金丝眼镜 裹着厚厚的讲义 度着这种旁若无人的方部 向教室走去 建了老学员 也端起老师的架子来了 清华甚至也给工农兵大学生 和考试进了大学生做了区分 毕业证都不一样 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哪来哪去 教育金丝塔就重新被建立起来了 重点班 重点高中 快慢班 清华副中 清华副小 文革中涌现出的大量中学小学都被关停了 招生制度也进行了改革 城市学生的录取率大大提升 知识分子也开始硬起起来了 头又重新放在身子上 邓小平宣布 专不等于红 但是红一定要专 新时代已经来临了 农民的革命家子女重新获得了文化资本 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也获得了政治资本 两者合二为一 新精英与旧精英正式合流 变成了新的权贵阶级 入党的标准也变了 学历成了必不可少的资质 知识分子按照学历给予政治权利 中共被改造成了一个专家党 到了80年代 红色工程师已经开始逐渐掌权 他们大量的进入到干部队伍中 原来的老革命家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党的干部大学学历比例逐年提升 2002年胡锦涛正式成为了中共第四代领导人 标志着红色工程师登上了顶峰 红色工程师在体制内升迁极快 三代的江泽民 朱镕基 李鹏 四代的胡锦涛 温家宝 吴湾国 而到了第五代则稍微有些不同 传统的理工科学历的工程师比例下降 相反的 政治经济管理和法律 历史哲学等学科的候选人比例持续足高 作者认为是因为随着中国逐渐融入了 理工科的价值没有那种正经浙的价值大 所以经济管理法律成了新版本的T0 到了90年代和新的21世纪 一部分红色工程师走出体制 选择与资本合流 1997年清华同胖IPO 上市大获成功 红色工程师们也尝到了资本的甜头 越来越多的红色工程师选择离开体制 拥抱资本 江泽民 李鹏 朱镕基的子女都在商业上获得了巨大成功 江明衡和台湾的工业家王文阳 合作创立了红利半导体公司 李鹏的儿子李小鹏 女儿李小林都是清华的毕业生 他们主导了中国电力的半地江山 朱镕基的子女则进入了金融业 女儿朱镕是中国香港分行计划部的经理 儿子朱云则是中国最大投资银行的CEO 更多细节不再赘述 感兴趣的可以关注编程随想创立的赵家人RIPPO 里面详细绘制了 中共第一代到第五代领导人子女正常关系网 视频的最后再聊一聊中国现阶段的工程师与产业生体 现在有人说现在中国不尊重人才 我在这里讨论一个美国公立大学的一个案例 关于一个学科的创立技术人才资本与基金会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计算机刚刚兴起 我们学校有这么一位大佬 他在我这个学校创立了这样一个计算机技术的一个学术中心 在他的带领下 他手下很多研究生博士生都把这个领域的知识推到了最前年 他本人也获得了图领奖 他的学生创立了很多耳熟能详的大公司 后续这个大学也变成了这个学科的人才孵化器 当然技术人才也分三六九等 顶级的人才其实就是自己创业上市拿股份 他们成为资本的一份子 次一点的人才可能拿少一些股份 或者当一个高级点的大公仔 最后通过资本积累 这些技术人才本身也成为了资本的一份子 他们可以成立一个基金会向学校捐钱 在收购名声的时候还免了一大笔税 校友聚会大家坐在一起其乐融融 完成了资本与技术的融合 资本市场也是很乐于见到这种技术出身的CEO的 比如说AMD的苏玛 NV的老黄 都是在这个意义获得了学位 大家都回过神来 真的只有技术才能让资本持续增值 要不然不管你企业做的多大 未来时代在进步 你这企业技术落后 是迟早又被扫入历史的垃圾桶里了 之前的红色工程师们搞得有模有样 为什么近些年这工程师就退版本呢 我觉得有几下几个原因 第一是因为近些年 政治官僚对于技术官僚打压 这种打击近些年看有增长的趋势 江泽民时代由于其本身就是技术官僚加政治官僚 所以对技术官僚还是很重视 之后的胡温时代也都是清华技术出身的 而习则是清华大学的工东兵 算不上传统的理工科技术出身 对技术人员的重视程度也没有那么重视 甚至还有打压 有本书叫中线干部 如果有朋友了解的话 其实这并不是一本书 它是一篇博士论文 是一个博士吓到一个县的一个基层 刮名副县长调研 跟各种官员谈话 最后总结出 总结出了这篇论文 揭露了中国基层观察的种种乱象 这个研究从2008年开始 持续两年到2010年成书 在那个年代 博士还是很稀有的 我是听说那个时代博士毕业 可以直接评料到这个县委书记 而现在技术人才严重过剩 显然进体制成为技术官僚的机会 少之又少 而经商环境又很差 导致变身资本也困难重重 所以学的这些技术 既没办法变成钱 也没办法变成权 就卡在了这个尴尬的位置上 以前技术人员吃香 是因为工程师少 现在工程师都变成红利了 那地位自然一落千丈 政治官僚重新被放到技术官僚上面 有个段子讲的说是 霍金来中国都得站起了敬酒 你看官方现在还在宣传一些 技术人员吃苦耐劳 无私奉献的 可早就退版本了 大家都一穷二买手 一起建立社会主义 这宣传这个还行 而现在一群人吃妈妈香 另一群人朝不保夕 还宣传这个 那就有点脑瘫了 另一个原因就是 中国这片土地上 容错率太低了 前沿的科学研究 或者是产业升级 是需要大量的试错 才能找到最终的出口 但对于科研人员来说 一年或者两年 没有任何产出 那在领导眼里 那就是这两年 你啥也没干 所以这个科研资金 就流向了有产出的实验室 那其他实验室 就怎么有产出了呢 没有大突破 那就bm呗 于是各种水论文 学术造假就出来了 举个例子 上世纪计算机 与集成电路 刚刚大爆发 CPU芯片 光刻机 计算机 操作系统等等 中国自研的计算机技术 距离英特尔的前沿 只有五年的距离 只有五年 要不是领导压得太紧 搞得急功近利 后来汉心事件 大家也都知道了 再后来就造不如买 落得越来越远 不仅仅是学术 再看看职场 职场里 你要有一年的空上期 HRG得追着你问 这一年干啥去了 很多职位 还有那种年龄的限制 加学历的限制 也就是说本科毕业 你立马读研读博 才能满足要求 要是今年考研没考上 那年龄就大了一岁 那一切就都晚了 学习工作 一课不能停歇 政府官员也是 宁可不作为 也不能做错事 做事情做对的收益 是没有做错的 惩罚大的 你们说是为什么 就是竞争太激烈了 一旦你犯错 那么就有很多人眼红 盯着你这个位置 把你拉下来 巴不得你犯个错误 踩在你身上往上爬 这种内卷竞争 真的是太恐怖了 不过未来人口下降 这种竞争压力 还是能少不少 最后的最后 再谈一谈身份认同 与这个职业平等 说到工农兵大学生 很多通过正常考试 进来的清华人 都瞧不起 认为他们是 走内推进来的 能力和其他考试 进来的就是没法比 这就让我想到了 近些年美国兴起的一些 政治正确与diversity 很多科技大厂 对于有diversity的候选人 都会有意的降低招聘门槛 比如说女性 少数族裔 黑人 其他性人同等等 这么做 是因为在职场中 有相同能力水平的人种 较大概率是 白种人 黄种人 男性 为了照顾少数派 就有了这种配额极致 哪怕女性的候选人 在能力上稍微弱一些 面试问题 答的也不是特别好 他们也会有 优先录取的资格 至于为什么说 女性或者少数族裔 在工作能力上有差距呢 一方面就是因为 受教育的人口比例不一样了 黑人可能初中高中就辍学了 生入大学的比例就小一些 另一方面就是在美国碰都不能碰的话题 关于不同身份政治的治理研究 这种研究上世纪就已经被叫完全叫停了 你没研究出来还好 要是研究出来点什么 那可是真是违背了人人生儿平等的基本共识 所以也没有人会去研究这个 PhD想不想要了 另一方面 父母给儿女带来这种先发优势也是很重要 这种知识上的传授 职业上的优先便利条件 都让理想化的平等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 除非你搞什么类似于强制性的社会化抚养 现阶段资本主义框架下的缓解办法 就是预留更多机会给这种少数群体 给这种第一代大学生 让他们更容易进入大学 更容易找到工作 特色社会主义框架下的缓解办法 就是设立一条表面公平的竞争赛道 让大家无休止的内卷 并外的赛道 如这种海外留学 经内生源 自主招生 特长生 这些都是留给黄老爷的 平民子弟出口会越来越难 更难的是 他们还会将目标 瞄准其他平民子弟继续竞争 还是希望未来大众早日清醒过来 吧